我叫杨阳,今年快25岁了,我在学校的时候,选择的是加工制造业,基本上98%以上都是男生,剩下没几个女生,也没人愿意去打招呼。 我当时也想不通,为什么有女孩子去选择这个专业,而旁边另一栋楼都是电子专业的,情况和我们这边完全相反,女多男少,九成以上都是女生,当时我们最后悔的就是选错了专业,三年的学生生涯,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小说中度过的,当时根本就不知道,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去与女同学玩耍。 这造成了我以后很大的烦恼,因为我学的是制造业,毕业以后只能进工厂工作,而制造业相关的工厂绝大部分都是男生,几乎没有女生,所以连谈女朋友的对象都没有。 记得我第一次相亲的时候,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对象,女孩子的母亲是表姐雇佣的员工,用长辈们的话说,双方之根之底,只要能看上对方就行。 那时候和她见面,就是在表姐的店里,现在回想起来,我第一次相亲时,浑身心跳加速,感觉口干舌脏,看到对方连话都说不出来,就连最基本的招呼都没打。 你可以想到我倒是到底有多尴尬,表姐还一个劲儿的为我打人场,说我害羞。 之后,亲戚们都说,我好像还没有开窍,后面又有几次相亲经历,也都是亲戚为我介绍的。 可是因为我和女孩子在一起,不知道说什么,有的时候陪着女孩子一起逛街,从头到尾没有,说过几句话,所以和我相过亲的女孩子,都认为我话太少,而且在一起的时候嫌弃,我太被动,都没有成功。 由于自己现在已经不想了,老在外面漂泊也不是办法,而且在外面招女朋友,也不好找,所以今年我就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,工资待遇方面还可以,现在别的问题没有,就差一个女朋友,没过多久。 表姐又给我介绍了一个,是一个美容店的店员,24岁,当时我见到她以后,我心里微微吃了一惊,对方足足比我矮两个头,可是再一看,妹子长得还可以,该有的地方都有,而且声音很清脆,是那种活蹦乱跳的性格,非常可爱,和她认识后,她喜欢逛街,经常拉着我出去到处逛。 虽然她不买什么东西,但是她很享受逛街的乐趣,关键是有人陪着她,我在一旁心里感觉到暖暖的。 这期间我们的感情逐渐升温,和她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,她总喜欢不停的说,说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,而我只需要当个好听众就够了,我当时觉得,这一打一配蛮好的,也符合我的性格。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,我们一起吃过饭,她约我一起逛公园,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,互相说着各自的经历,突然刮起了一阵风,她说她有一点冷,我心里当时想着要不要过去抱抱她。 可是又在犹豫和不合适,结果这一犹豫,就犹豫了大半个小时,因为我之前最多就是和她亲亲手,还没有过这么亲密的行为。 过了一会儿,她又说有一点冷,你没想到我居然做了什么,我居然送她回家了。 到了第二天下午,我就收到她的一条信息,她说,我们不合适,还是做朋友吧,后面我们的关系再也没有以前亲密。 我感觉我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,只能骂自己蠢,曾经是否有女孩子像这样表达过,而你是否有把握住的机会? 欢迎评论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耶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